歡迎收看股市A指標 我是彥榮老師 那麼台股在昨天 3月2號 3月2號在昨天 是一個開高走低的盤市 很多人看到美股大漲 衝進去了 結果買進去之後 收盤是收相對低點的 也留下一點點的下影線 那在那個格局之下 我們看到很多空方的言論 有一種所謂這個見列欣喜 為什麼 因為看到這個開高然後走低 但是微幅拉高這個格局 那事實上這個地方的話 彥榮老師的看法比較不以為然 我認為這個地方在昨天的尾盤 它出現了一個所謂怎麼樣 漂亮的一個洗盤 那或許也許有機會再軋空一段 也都不一定喔 那當然我想這邊有一分證據 我們才能夠說一分的話 那彥榮老師是看到什麼呢 好我們先看看成功的形態 在第二段當中的第一張字卡來說明 那成功的形態出現 那何時做發動就是一個轉折 這轉折當中有其中一個轉折 我現在來告訴你 好我們看到這個叫K線 當大漲之後呢 它沒有直接大幅度的下跌 是一個橫盤上下幅度很小 上下影線上下影線 通常這種K線格局的話呢 都必須由一個長黑K線來終結 那接著的話呢 這個是最低點 接著是直接往上 那這個地方在昨天 多了一個洗盤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轉折漂亮 而在分線的走勢上 分線主力成本線 在大盤的部分 昨天尾盤創新高 這代表這一段時間以來 這一段時間以來的空投走勢 修正完畢 包括台紫期的分線 也有相同的現象出現 所以我認為啊 這是一個真的有夠漂亮的小盤 我認為是一個漂亮的洗盤 我認為這個地方 有在家空投的這個機會 所以呢你手上呢 有空單的該如何處理 務必呢真的啦 聽我一句話啦 真的聽我一句話 彥隆老師跟你講的 每一次都有實現 你這次一定要聽我的 那當然你說老師 我做多沒有關係吧 我說你一定要抱對股票 因為補漲會出頭 報酬會斷頭 那當然我每次都是像這樣子 領先的提醒 領先的看對 那麼如何的提醒呢 好包括從這個地方一路看好 一路看好 那在這個地方 再度提醒做了一個買進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才短短的 你看到一個半月的時間 擁有勝率82% 好82% 那造就了哪些股票呢 好這82%當中的股票呢 來跟你做一個分享 就在這個地方 通通都在這個地方 一共操作了12檔股票 那麼一共賺了這麼多 那麼各等級 四個等級來share這些績效 當然你越早來分的越多 那勝率呢差不多是82%83%左右 那所以呢整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勝率很高 都是因為怎麼樣呢 領先的第一時間去做提醒 領先的第一時間 去做了一個布局的這個動作 所以其實很可惜啦 有些人在這一波爆上爆下 爆的都是弱勢的股票 也有一些人說真的 我真的說的實在是 我不想要傷你的心 但是就是你去放空了 你自己去放空 或者跟別人去放空 那結果呢這一波 看著別人在賺錢 真的非常可惜喔 所以股市當中 為什麼葉隆老師的操作 跟你的操作 還有跟你老師的操作 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差異性呢 為什麼呢 好 工具有所差別 方法不一樣 好 包括在低點高點的認證都不同喔 這個叫做低點 當低點出現的時候呢 它通常會有什麼現象呢 會出現對稱支撐 而當對稱支撐出現的時候呢 葉隆老師就會怎麼樣呢 當喜鹊 這個地方當喜鹊 而拉上來之後呢 高點區會提醒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當烏鴉 為什麼 因為數據 這個叫對稱壓力 所以呢 到這個地方 當然又是喜鹊啊 為什麼 因為數據 再度的出現了對稱支撐 所以呢 在整個過程當中 葉隆老師就是透過這個模式 低檔喜鹊 高檔烏鴉 低檔當喜鹊 那當然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不一樣 操作上就跟你的 這個績效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個轉折的一個提醒 就成為現在的提醒 公營萬點 感恩368 這個活動 你務必務必要來參加喔 所以呢 當然在整個過程當中 重點是股市掏金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把正確的折述 像這樣帶回去 第二個 要擁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包括會員只要保護我們這個 操盤密集 一定喔 務必記住 趕快趕快再拿出來溫固之心一下 因為再來就要扯拼 再來有很多很多賺錢的機會 花個20分鐘 那將來的話呢 在這一個月下個月都會非常非常值得 所以燕榮老師喔 剛剛的說明之後 我認為在昨天3月2號 因為我是3月2號錄影的節目 在3月3號你看電視才看得到 那昨天的3月2號 它是一個漂亮的洗盤 那漂亮的洗盤 當然要擬定一個很棒的投資策略啊 而這個投資策略要怎麼做呢 那燕榮老師已經擬好策略 而且要進的股票 在第二個單元我要告訴你 哪些股票我要進 那當然我要重新佈局 佈局的第一檔股票 昨天一大早就提醒過你了 那昨天盤中有沒有佈局呢 好 一開盤就做一個佈局 9.04分就發這個call訊 9.04分在這裡 發這個call訊最低價在這個地方 69.5就在這個地方 果然最低買進去 買進去之後呢 當大盤在洗盤的時候 在沙拉的時候 它完全不為首動 中場收在相對高點附近 所謂這一檔股票叫做 開張吃10年的股票 那當然像這樣子 買進去之後呢 很快的速度去做一個急拉 這是第一次嗎 絕對不是耶 過去也是如此喔 好 二四七四的課程 過去買進去之後呢 在隔天就急拉了6塊錢 結果到了第四天第五天 分別是像這樣子一個拉法 買進去就是要很快急拉 然後就是漲不停 這是當時1月19 1月20的邀請 最後呢 總共拉了58塊左右 那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許多人 你在背後有個故事的 我都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來幫助你 那重點是什麼 這樣的模式 絕對是有一個策略性的規劃 這個規劃是什麼 A指標的操盤模式 就是有這個速度的感覺 這個速度是什麼 你有100萬的 我們每個月目標的話呢 是1月份2月份 我都說每個月要賺兩成 結果都超過兩成 來到三成以上 沒有100萬的 第一個月來到130萬 第三個月已經來到220萬的 所以真的啦 跟對人財富倍增 真的可以快速翻身 四大基金一次到位 包括像這個結婚基金 還有你自己的退休基金 孩子要結婚的基金 或者孩子要創業的基金 甚至孩子現在還小 還要讀書 有個教育基金在 讓葉農老師幫助你一次到位 每個月成長一點 每個月成長一點 說真的 那麼你的肩膀上的責任 就有人可以幫助你 所以葉農老師在 今天有一個活動 也許你在前一波 錯過了這麼棒 這麼棒的一個機會點 勝率82% 83% 也許你錯過了 但是這一次 葉農老師 一定怎麼樣 要請你請你 這次一定要聽我的 這次聽我的嘴 一定是對的 那當然我想 希望你一起來把握 把握三月份的行情 三月份的行情 每個月的話 在這個地方 就是怎麼樣 就是三成 三月份的行情 這一次你一定要聽我的 至少它代表的是 三成以上 100萬就是30萬以上的機會 把握這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只有 五個名額 今天前五名 368 368 那你跟著我沾我的喜氣 你就會開始轉運 就會開始翻身 那所以其實說真的 燕榮老師為什麼 要用這樣一個態度 來跟著你講話 你也許說老師 你這樣說很不客氣 很驚慌 但是我說 我如果沒有態度 沒有拿出來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 燕榮老師真的可以 像這樣子幫助你 為什麼 因為過去很客氣 跟你說 但是你聽不下去 所以你怎麼樣 去做空了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賺 你可能去放空了 2371的大統 3406的玉金光 甚至你所看到的 像中石化 或者1909的融程 你是不是跟著人 跟著別人 一看到價錢就空 一看到價錢就空 空到最後 淡盡圓絕 但是我說為什麼 這個地方不能空 而這裡也不能空 為什麼 因為當數據在創新高 當數據在創新高 那個時候這麼高空而已 結果我說這個地方 是避過的 因為數據創新高 代表它必然 會突破這個高點 那果然就像這樣子 這裡也是一樣 你不補再漲五成 再漲一倍 是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人都說 放空放空才會賺錢 但是請問你有賺錢嗎 你空這裡會賺嗎 或者你空這裡有沒有賺 還是空這裡賺 或者空這裡賺 我相信空這裡 這裡也許會賺 因為你是新會員 但是如果空這裡的人呢 空這裡的人 空在11塊 結果拉到20塊 你有賺嗎 空這裡的人 是10塊錢 拉到20塊 你賠多少 所以全國的投資朋友 我希望你是那個新會員 是空到高價的 而不是前面 這些救會員 全國的投資朋友 你的所學 你的成功邏輯觀念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說總是在多頭市場 像這樣子被軋空 那你自己判斷一下 會不會在空頭市場 被斷頭呢 你要想一想 這個邏輯觀念 你自己目前操作的方法 你所追隨的方法 會不會這樣 那當然這一波 也有人沒有賺到 管他們是什麼呢 可能是天上這樣 做多 但是沒有賺 你看到沒有 這一波這一段 彥龍老師 從這一段開始 大概賺了在這個地方 各等級會員賺了4.3倍 那你越早來分了越多 那這個過程當中 你卻賠了三成 是不是 漲了1000點 竟然還賺不到錢 那做多竟然賠錢 那空頭來臉的時候 會不會斷頭呢 所以真的啦 還是要提醒大家 直接去評估一下 你手上的抗訊 或者說你手上的工具 到底對不對 那如果不對的話呢 真的真的 不能踢去 那當然我說過去就過去了 那彥龍老師每一次呢 包括這些績效來臨之前 彥龍老師都有提醒大家 就像這一次一樣 昨天一大早 3月2號的節目 那彥龍老師就已經 跟你搖請 希望你一起跟著來賺 結果呢 昨天3月2號一開盤 我就做這個動作 好9點04分 這檔股票的股價在這裡 那結果我發了一個抗訊呢 真的打下來 最低正好在這個地方 那讓你買進去之後 真的真的 感覺到這叫做作股票 買進去之後 真的真的 馬上就擠啦 那這一檔股票叫什麼呢 叫做開張吃10年的股票 那這檔股票 為什麼能夠有這個本事 一開張就要給他10年 甚至可以提前退休呢 好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過去像這個玉金光一樣 一拉就接近5倍 那玉金光 他當時出現的現象 就像這樣子 三次的一個低點 足了三個底 那這次是四個底 那你說他會不會更棒 那他的現金殖利率呢 每年都在差不多5 6%以上 他是一個好學生 被誤解了 目前是被封鎖 不要讓他見報紙啦 因為我們還在佈局 那將來三大法人 還有你的老師 都會來追捧 而且會天天的見報紙 可成就是最佳的例子 你千萬不要跟著 在這個地方 第一時間叫你買可成不買 第一時間叫你買 自然股票不買 將來像可成要去追高 那就真的可笑 那絕對是買在最低點附近 而且馬上漲 而且要馬上漲不停 所以呢過去可成怎麼漲的呢 好每一次都是像這樣領先提醒 領先的邀請 那麼在這個地方都是買最低的一個模式 那當然我知道你要跟時間賽跑 所以我要求自己一定是要發動之前 才來做一個提醒 用最快的速度來幫助你 包括6451的訊息也是一樣 過去漲了1000點你沒有賺到 或者放空賠錢的一定要大賺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式每次都大漲小回 每一次在這個地方就是要讓你安心 讓你可以抱得牢 而且賺最多 而且最快的速度 就可以做收割 那所以其實彥隆老師呢 在這一次這一次 真的真的啦 這一次一定要聽彥隆老師耶 萬點行情感恩368 昨天3月2號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洗盤 萬點理所當然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所以我怕你會被擦空 所以我這一次呢 才推出了這個門檻最低的這個活動 萬點行情開張吃10年的股票 只有五個名額 公贏萬點感恩回饋 這一次門檻把抗上去 過去你說彥隆老師太過 那麼你的門檻這個地方好像比較高 今天有五個名額 為了是一個社會責任 門檻最低門檻最低368這個活動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呢 經過這個活動當中的話呢 我相信你會看到什麼 看到孩子臉上的一個笑容 你會看到擔心你的長輩會開始安心的 為什麼因為看到這個368所帶來的效益 那麼當然開始轉運開始翻身 重點是要把這個好的運氣 把這個喜氣呢通通讓你一起來沾 公贏萬點感恩回饋 今天前五名368門檻將到最低 開始轉運把喜氣通通的沾給你 讓你跟著我們一樣有這樣子的一個獲利的這個機會 務必把握只有五個名額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謝謝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成功同步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險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成功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往福利 成功同步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我是彥榮老師 那麼彥榮老師 在今天的這個測標 今天3月3號 那麼你才看到我的節目 那其實我在3月2號的晚上 就有錄影下來了 那這個地方我的測標叫做 公營萬點 感恩三六發 那這個活動你今天一定要參與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認為 萬點是理所當然 為什麼彥榮老師認為 空方的言論全部靠邊站 你如果再放空的話 真的真的啦 浪子回頭 真的是金不換 千萬千萬不要再放空了 那這個地方我要提醒你 理論基礎在哪裡 好 包括這個叫做A指標的數據 A指標的數據在這個地方創新高 那麼創這個地方新高 代表這個高點所對照的高點 是必過 那這個叫成功型態 成功型態我們可以把它預設好 那不是馬上出手 我說這裡要震盪 因為過前高一定先震盪 那震盪的同時轉折出現了 那我們拉近來看 這個剛剛第一段 第一張字卡就 第二張字卡就講了 這個的話就是以盤代碟 非常強勢 多方的力量非常強 以時間換取空間 上下格局 這個都在進貨在洗盤 最後洗盤通常一根長黑K線 這次用兩根兩根來洗 而且尾盤拉高 尾盤的分線拉高 剛剛告訴過你的 這個一定一定要漲的 轉折已經出現了 那當然重點是主力成本線 二次轉折向上 底部非常紮實 非常紮實 那這個時候如果再有金融股 來加持就不得了 好 金融股的話 這是月線 過去金融股這一段 月K線漲了26% 為什麼 因為在月K低值的部分 在這個位階 在這個位階 那現在也是一樣的位階 那過去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102年 這一段的103年漲了37% 一樣的相同的位階 那現在相同的位階 你看它要漲26% 還是37% 所以金融股 因為整個基本面 那麼力升息 將是一個長多的效應 那它會擴大力差 目前的金融股基期非常低 基期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步入祖身段的話 我認為台股的話 是漲多跌少的 所以我認為 10000點 這是理所當然 這個不用去爭 不用去爭 重點是什麼 你要做到方向 要做多 千萬空方要靠邊站 不要再做空了 有空單的找人幫你補起來 那甚至這個地方的話 要爆什麼股票很重要 因為這一次是補漲出頭 報錯會斷頭的 做多不是百面的 但是要貿到股票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彥榮老師要真的大聲的呼籲 你一定要聽我的 一定要聽我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證明 我每一次的邀請都是對的 那麼在1月份邀請你 我說今年有大行情 那麼每一個月要賺它兩成 100萬一年之後要變900萬 那1月份用可乘創委完成了 2月份用訊心經電已經完成 而且大幅度的超標 大幅度的超標 萬點行情 機會又來啊 3月份 我們這會到底來打招 燕榮老師一定會幫助你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贏萬點 我會全力全力做多持股 買進持股 那當然要有適當的機會 以下這幾檔 我們來看一看 好這叫中壽 這一張股票 你可以幫助自己 也可以幫助孩子 2823的中壽 我認為這個額度是夠的 那這個地方即將有機會 足三個底 基本面也很好 那你這一波 透過這樣的股票 絕對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當然元泰 元泰的話 主身段即將動起來 什麼叫主身段 數據創高點 已經經過一次的洗盤 兩次洗盤 這一次只要翻紅 就是三次洗盤 好所以它是一個 大躍進的一個延續 務必記住 當然關鍵價位要守穩 2377的維新 第一季淡季不淡 去年才爆了亮點 最近即將要爆出來 那當然第一季的淡季不淡之後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也有一些不為人質的利多消息 題材即將持續的發酵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看到了幾個底對不對 幾個底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機會點 務必特別注意這檔股票 還有這個叫做1565的精華 做隱形眼鏡的 那這檔股票說不定可以買豪宅 為什麼 因為對稱支撐出現 那整個過程當中的話 包括整個基本面很棒 持續在做一個發酵 當然還是要注意不要自己亂買 必須要有什麼 要有一個關鍵價位的持穩 還有這檔叫誰呢 叫做1527 優等身的 在這個地方的話叫做賺權 它是優等身 那麼每年的話 現金殖利率都5%到6% 像這樣的股票的話 包括像這樣子的一個位階 包括在這個地方 剛剛所談到的幾檔股票 不管是哪一檔 千萬千萬不要自己做喔 千萬千萬不能自己去做 一定要跟著彥榮老師 為什麼 因為這當中有一個關鍵價位 這個關鍵價位 守穩之後 他才會馬上說 如果沒有守穩的話呢 可能要再等喔 要聽我的 千萬千萬不要自己 為了省一點點的手續費 省一點點的會費 就自己動手去亂做股票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你只要跟對人 我相信在這一次 彥榮老師已經規劃行情 規劃這個行情規劃好了 你跟對人就像過去一樣 我也幫你這樣子規劃 所以就是一個快 記得速度 昨天早上3月2號 提醒你的 我說開盤我就要買進的 這一檔股票 買進去之後呢 它真的就是快 買進去在這裡提醒的 結果預定價位 果然來到了 那當然就是買進 買進去之後 馬上做一個急拉 叫做開張吃10年的股票 那這樣的股票 彥榮老師說真的 我證明我過去 也是像這樣子幫助你 我有能力幫助你 過去帶你買的 可乘也是一樣 最快的時間 那麼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急拉 那在這個地方 到了第五六天 已經拉到這裡了 那甚至呢 10天的時間 拉了58塊上來 所以呢 果然是漲不停的 那當然在這一檔股票 開張吃10年的股票 它當然一樣有所根據 而這個根據就是像這樣子 過去玉金光足三個底 三個數據一樣的時候呢 它就拉了將近五倍 那這一次呢是四個底 足了四個底 所以這個現象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現金殖利率 那是好學生被誤解喔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目前是被封鎖 我們還不要讓它見報 因為還沒有買完 那將來就是要等你啦 今天你3月3號 看到這個8點半這個節目 一定要趕快趕快來找我的理專 趕快幫你把這個手續辦好 那麼有一個最後布局的機會 因為現在來 還是在最低點附近 還是最低點附近 那所以呢將來 像這樣的股票要怎麼漲呢 好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 那麼將來就像這樣的一個走法 那第一時間來做一個卡位 四龍工商 你是大老闆的 你說你要開會的 那麼你說你要出差的 上班族 或者說你是股票族 你說你反應慢的 我們在這兩三天 用這個模式來布局 我相信你一定跟得上 那這一次的話呢 真的真的不一樣 只要操作模式 就是有一種速度的感覺 就是怎麼樣 快 好你100萬的 第一個月變130萬 第三個月來到220萬的 那當然跟對人財富倍增 就可以快速翻身 四大基金一次到位 買進去之後 最快的速度 你過去呢 被軋空賠錢的 做多少賺的 這幾張股票 開張吃10年 一次就幫你通通的要回來 當然每一次呢 都是像這樣子邀請你 過去的課程 都是像這樣邀請你 那我知道你跟時間賽跑 那彥榮老師呢 要求自己用相機的速度 像這樣子咻來幫助你 是不是 還有包括訊息的部分也一樣 過去呢 在這個地方你措施千點大行情 那麼在這個地方 做多沒賺到 放空可能賠錢的 這次一定要賺大的 都是用這個模式 所以呢迎接萬點行情 開張吃10年的股票 這幾次 五個名額 只有五個名額 電動老師要幫助你 過去呢門檻都是比較高 那在今天門檻降到最低 就是要幫助你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先幫你賺三成 或許呢久一點 也不用很久 你不用更很久 也許就三倍了 也許就三倍了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 你貼的是什麼 一張標高的栽培 一個機會點的栽培 這一張標高 開張吃10年的股票 把握這五個名額 三六發 讓你開始轉運 把喜氣 把好運氣 通通的分給你 務必記住喔 只有五個名額 比的是打電話速度 實際的關係呢 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兒 也預祝操作順利 謝謝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字幕提供